大家好,我是小慧,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,我们将每天陪伴你。 蒸米饭时只需一个改变,就能帮你平稳血脂、血糖,转给需要的人。 据科普中国消息,米饭是餐桌上的重要主食,在每天的饮食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,一顿饭可以没有肉肉,但怎么能没有米饭呢? 可是,有一部分人却不敢吃米饭,毕竟米饭是高GI食物,容易生血糖,于是为了迎合这部分人的饮食喜好,市面上出现了很多控糖相关的产品,比如控糖大米,它到底咋样?有必要买吗?生活中哪些做饭行为能帮我们控糖呢? 市面上的控糖大米有用吗? GI值是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一项有效指标,数值越高越不利于控血糖。 我们平时吃的大米饭GI值较高,普遍在71,90不等,属于高GI食物。 一,所以控糖大米的出现,着实让有控血糖需求的小伙伴们惊喜不已,既能满足大口吃米的需求,又不至于餐后血糖飙升,简直让人兴奋。 大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,淀粉是个比较庞大的家族,分为三类。 快消化淀粉,在小肠内20分钟内可以被消化吸收,如烤马铃薯、熟香蕉等。 慢消化淀粉,在小肠内20120分钟可以被消化吸收,如天然玉米淀粉。 抗性淀粉,在小肠中不能被消化吸收,不会转变为糖分,具有一定的控糖作用。 它存在于种子、穀物以及放凉冷却后的某些主食当中,比如冷米饭,抗性淀粉含量会比热腾腾的时候高一些。 抗性淀粉也算是一种膳食纤维,它虽然在小肠中不能被吸收利用, 但在2H后可到达结肠并被结肠中的微生物菌群发酵。 这个过程会产生短炼脂肪酸。 降低肠道PH,减少了肠道内病原体的数量,增加肠道中益生菌的数量,有利于预防结肠疾病。 抗性淀粉还具有降低血液胆固醇,降低肥胖风险,以及利于控血糖等益处。 控糖大米之所以能控糖,其特点就在于抗性淀粉含量显著高于普通大米,也具有相对更低的GI值。 我们吃的大多数品种稻米抗性淀粉含量均在一左右,只有少数接近三。 而控糖大米是比较特殊的水稻品种,抗性淀粉含量大多超过了三。 比如这幅201,降糖道1号,公米3号,其抗性淀粉含量分别约为3.6,10,10,以上。 其中,公米3号品种的控糖大米在市面上很受欢迎。 所以,控糖大米的确能更好的控糖,但口感可能偏硬,不是很好吃,价格也比较高,几乎是普通大米的五倍甚至更高。 对于经济条件雄厚的家庭来说还好,一般家庭还真吃不起。 咱们其实也没必要追求价格昂贵的控糖大米,完全可以就吃普通大米,只需要在蒸米饭的时候做出一些改变,就能帮你控血糖。 蒸米饭一个改变,帮你控糖。 米饭加杂豆,有研究发现,将黑豆、鹰嘴豆、花云豆。 黑云豆与大米一同食用可显著降低餐后血糖反应,用扁豆替换一半米饭,可使餐后血糖反应下降二十。 这是因为杂豆属于低脂亚食物,抗性淀粉含量显著高于精白米,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、植物蛋白等成分,用它们来替代部分大米蒸米饭,能更好地控制血糖,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。 米饭加燕麦米,将全粒燕麦和去种皮燕麦分别于米饭一,以混合煮制时,无论是长压煮制还是压力烹调,其GI值均显著低于白米饭。 这主要归功于燕麦中的杯的蒲聚糖,它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的一种,能吸水膨胀,吸水后还具有较高的粘度,在胃中能够延缓食物排空的速度,减缓消化酶对碳水化合物的水解, 并且抑制葡萄糖在小肠内的扩散和吸收,进而减缓葡萄糖吸收入血,减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,有助于维持血糖平稳。 米饭加玉米,玉米的GI值只有55,属于中等GI的食物,和高GI的大米混合能降低整体的GI值,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。 同时,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,维生素B足,玉米黄素,甲和钙的含量也不错。 米饭加糙米,印度学者在超重者中发现,吃糙米饭与吃白米饭相比,日平均血糖面积降低了19.8,吃糙米杂豆混合饭降低了22.9, 且以岛素敏感性均得到提高。 与精米相比,糙米被重蹄包裹,既能阻碍水分进入,也能妨碍淀粉力膨胀,从而降低了糊化程度。 而且,糙米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增强饱腹感,延缓胃排空,从而降低了仓后血糖反应。 此外,子力外层较高的抗营养因子、脂酸、多酚等,可能也是导致淀粉消化缓慢和血糖反应降低的原因。 不过,需要注意的是,很多人吃糙米习惯先浸泡一夜,从控血糖角度考虑不太建议这样做,糙米提前浸泡一夜,会促进米的糊化,从而导致消化吸收率增加。 其GI值可与米饭接近或相当,只需要在吃之前短时间浸泡一、两小时即可。 这样吃米饭,控糖效果更好。 1. 吃米饭搭配它们。 米饭加蛋白质食物,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膳食中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。 也就是说,与只吃米饭相比,同时搭配鸡胸肉、豆腐、牛奶、大虾、鸡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,有助于延缓餐后血糖。 米饭加蔬菜,蔬菜富含膳食纤维,不仅能增强饱腹感,延缓胃排空,吃的时候还需要仔细地咀嚼,增加了进食时间。 蔬菜中的多分类物质还能抑制碳水化合物消化酶的作用。 比如Alpha淀粉酶、Alpha葡萄糖糖酶酶,需要注意的是,建议搭配非淀粉类的蔬菜,比如小白菜、菠菜、空心菜等绿叶菜,或者茄子、西红柿、冬瓜等瓜茄类蔬菜等都可以。 2. 餐前可吃它们。 每餐的餐前吃点水果,也许能帮你更好的控血糖。 有研究以超重肥胖人群为研究对象,以含15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苹果,填成和梨分别作为餐前复合食物,以含50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白米饭为正餐食物,以白米饭餐前饮水作为对照。 结果显示,餐前30分钟额外摄入含15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苹果、填成,梨三种水果,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更好的控血糖。 苹果和填成的效果优于梨,在摄入水果的重量上,研究中为240克。 总结 控糖大米并非智商税,相比于普通大米,抗性淀粉含量更高,控糖效果更好,但价格昂贵,并非最优选择。 其实,家家户户吃的普通大米,只要蒸米饭的时候合理搭配,完全可以达到比控糖大米更好的控糖效果。 经济实惠,好吃不贵,快给家人安排起来吧。 好了,朋友们,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,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,我们下期见。